当地时间17号上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都柏林会见爱尔兰总统西金斯 李强表示 中爱虽相隔遥远 国情各异 但两国友好历久弥坚 发展理念高度契合 近年来 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战略引领下 中爱关系稳健发展 务实合作成果丰硕 中方愿同爱方一道坚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深化经贸投资 绿色发展 科技创新 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 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 推动完善全球治理 更好促进两国与世界共同发展 西金斯表示 爱中双方始终坚持相互理解 相互尊重 爱方愿同中方加强友好交流 深化互利合作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增进两国人民友谊 推动爱中关系不断深入发展 推动爱中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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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动爱中心